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庞大很高增长的市场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同样地去从事物流、运输、仓储、货带等等 基本的物流服务的话 利润是越来越低 因为物流是在买家和卖家中间 它只会去捏你的 只会去压缩你的成本 那我选择就是做第四方物流 或者供应链管理 不只是帮你去运输或者仓储 collaborating collaboration 就是协同这一件事很重要 做得商贸、做得物流、做得什么呢? 就一定是在讲大家的协同 协同是既竞争又合作 因为香港物流在家 现在贸易是香港四大支柱产业 占20%多的GDP 甚至比金融更厉害 那我们就是帮海外的买家 连产品的采购 连去选择工厂 连去产品的设计 连去落单给工厂 中间的QC 全部做完 然后下面才带出来有物流 我们以前从来的生意都是说 好,买家你想找些什么? 我现在有多少多少产品 我报价给你 就报到FOB上海港 FOB深圳港 其他的东西 麻烦你去 appoint你的货代公司 你的物流公司 来去handle 总之我交到上船 我交到入码头 就不关我事了 我们就特意去研究 那个incoterms 我们去做LDP 做DDU DDP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连中国港口 去到海外市场 那个的 运费 入口的关税 当地的配送 全部 算出来 那就是说给 overseed的买家 你不要烦 你把所有外包给我 我交到你门口 外国买家很喜欢用一个terms 叫lender price 你送到我门口多少钱 送到我手多少钱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 机会 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字眼就是 我make in china 还是make by hong kong 你们的产品是 香港设计 香港管理 好像我们的服务 是香港公司监督 香港公司管理 是monitoring 就是整个是香港公司管理 所以呢 但是benefit 那个revenue 那个营商的利益 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香港公司 我们不需要一些货物 要经过香港 而可以做到物流 那就是 在华东生产 透过华东的港口 直接在那里上船 那个人走了 但是资金链 进来香港 香港再去国内 那个资讯流 在香港管理 所有的监督 在香港去做 那这个呢 就是一些的 一些的 就是看到一些的 的 ninch 看到一些地方 而我们从而去做 外国公司要打中国市场的时候 但是我经常鼓励我外国的客人 先进来香港 无论是工业成品 或者是consumer product 就是成品 来香港 不要以为香港一般的仓储贵 人工贵 但是香港效率相当高 我们香港不需要硬要跟你租很大的地方 我们要货如轮转 如果你是配合一些国际的大的 一些的公司 打亚洲市场的时候 你告诉他们 香港keep the infantry 所以说 怎样做区域的存货管理配送中心 就是说 你香港keep住的货 你中国需要 或者我华南 透过深圳 我们去用中港的运输 上去中国 打华南市场 一部分我们可以搏去上海 可以搏去天津 然后覆盖不同的市场 但是 如果 如果 如果东南亚 台湾 东南亚 新加坡 其他地方需要 我随时 香港是可以利用 非常完善的空运网络 海运网络 以及我们出入口 曝关的东西 是完全没有制止 没有制止 立刻去补给其他市场 如果我们要看国内的配送中心 哪里为之一个hub 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分配 如何分布 目前我们打 珠三角已经很熟 我们在广东省也很熟 广东省有很多企业 向北移 向其他地方走 一部分去了江西 有些去了广西 如果海陆空铁 都是一些会合处的地方 就是一线城市 或者是它总体配送中心的网络 你去选择打市场的时候 应该如何将中国做一些 主要的一些站 做一些RDC 中国的RDC 中国的区域配送中心 将这个产品有效地 在去到RDC 在800至1200公里之内 能够配送出去 那你如何去布局 你的所有物流网络呢? 是不是只是沿海的港口 我们有货代公司 有自己的分站就可以了? 你如何可以 去配合国内的分销网络呢?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引进外国产品 帮外国公司 和中国结合 我们打通中国 第二个策略就是 你去做出口的时候 是不是只是 帮它由货品送出去呢? 还是帮它产品 企业也走出去 现在呢 是一个供应链的年代 供应链呢 就要去掌握 除了货物流之外 我们的信息流 我们的资金流 甚至乎要做很多很多的分析 也都不单止 是做一些 就是 一条trailing 我们的意思是 一个贸易链 由中国去美国 甚至乎是说 要帮它们去做 去做这个 Multi country 就是多个地方的country 甚至乎互相的补货 如果可以好地去使用 那个信息技术 同一个买家 但是不同的工厂 做出来之后 在国内的货仓 去拼在一起之后 要不要哪票货 夹哪票货 怎样拼 不仅是物流公司参与 是给客户参与 现在的趋势 即ICT 英文叫做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就是资讯科技的发展 非常之快 现在说的是 无线网络 无线Wi-Fi 无线上网 非常普及 现在的人做事 是Anytime Anywhere 我们改变模式 就是 我们不要停留 在Send Email 的阶段 如果所有的Data 做了之后 汇总在Server 丢个E-mail 发短信 就是Oversea Buyer 拿着苹果 拿着什么 他会有参与 当一个人在物流过程 或者在所有的过程之中 他越多参与 越多互动 越多Interactive 你就越绑得住他 除了做供应链管理之外 做一些很Ninge的Market 一讲做物流 到底我们说 我们的公司 可能在座从事贸易 或者是生产企业 我已经相对有这样的量 你可否和你的物流公司 可能都是一些中世型公司 和他多些结合 多些结合 去扶持他 大家去结合起来 令到更有优势 亦都香港政府有很多资源 可以尝试留意 做Coaching 就是冷冻链 冷冻链里面 如何利用RFID 如何利用现在中国大陆 好提倡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物联网 这个是很大的趋势 第三点就是说 帮国内企业走出去 这个也可以配合 如果传统的贸易公司 如何可以和一些 你相熟的物流公司合作 帮大陆某个品牌 某个产品 我们帮他们包装 我们去适合外地市场 来做出去呢 其他呢 就是 入口分销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做分销公司的 他又未必会去信 一些国内的大买场 大超市 所以这个呢 就是研究清楚 国内的配送网络 销售途径 销售渠道 使用途径 知识 剧客 这个是 地银 地银